天氣冷泡腳池 擠滿想用熱水暖活身子的民眾 40度左右水溫 透過腳步的血液帶動 讓全身感受暖意 氣溫走降 帶動泡腳機的網路聲量 關鍵之搜尋多了五成 買氣也上漲五成到三倍 像這邊裝水 然後就是從這邊去操作 一般泡腳機的高度 有兩種款式 一種可以泡到膝蓋以下 另一款則是泡到腳踝 就是天氣冷的時候 它就是銷售量 是有增加的趨勢 看準天冷民眾在家 就能簡單泡熱水 也吸引不少女性消費者 解決生理期 無法泡湯的不便 像那個泡湯的溫度 這樣41啦40啦這樣子 老人家的泡腳 或者是那個都一定要 給它溫度 可能給它注意一下 再讓它去泡 雖然腳部泡熱水 可以增加血液和經絡循環 但使用時間和時段 也得注意 如果腳上有傷口 也要暫時停止泡腳 避免細菌感染 導致蜂窩性組織炎 嘴呢 我們可以加一點這個中藥材 譬如說 像你比較容易筋骨痠痛的啦 那我們可以用一點深精草啦 那容易這個 就冰冷的 我們用一點艾草 這個都可以温暖我們的經絡 加入中藥材 能夠增加泡腳功效 但若是不想花錢 加點鹽也是個好方法 甚至不用泡腳機 用個簡單木桶泡熱水 就能夠達到相同功效 接著情緒吧 紅軍會台北報導 有關 中文說 我不想太多了 我們沒有